大家好,我是K,上一集和大家介绍了维心思之家和贵意公园等必游的景点,还有吃了人气的西班牙餐厅,今集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第五和第六日的景点,继续走访巴塞隆南的每一个角落。 第五日一早上,我们就乘搭旅游巴,出发去 Montsouret,车程大概要一小时,所以可以在车里睡觉。 一落车就已经很惊喜,因为完全不觉得这里是巴塞隆南,和市中心的景色完全不一样。 而且因为我们一早上山,所以早上的武器都还没散去,所以就看到一些早上特有的景色。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奇怪的石头。 而且在这里远望,延绵不绝的沙漠若隐若现,就好像去了武俠小说里面的场景一样。 除了搭旅游巴之外,亦都可以坐纜车上山。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有火车,上山的方式有三种,所以大家都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方法去上山。 Montsouret的参观范围不算很大,而且这里的建筑也是依山而建。 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历史悠久的蒙塞拉特修道远。 Montsouret这个字是加泰隆尼亚语的意思就是脚齿山, 崎嶇有余脚齿的山体就是它的特色。 而穿过这个垃圆面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修道远。 蒙塞拉特修道远是加泰隆尼亚最重要的宗教圣地。 而修道远里面供奉了加泰隆尼亚人最喜欢的蒙塞拉特姓母,又叫做黑姓母。 教堂是可以免费入场的,但如果想近距离见到黑姓母的话,就要参加道赏团。 有道友带领才可以看到。 据闻黑姓母是在西元880年的时候,在蒙塞拉特山上的山洞被人发现。 教堂里面宁静宿木,而且用了很多金箔的装饰,在凤凰的灯光底下都闪闪发光。 比较特别的是,这里两边都挂门了不同造型的吊灯,而且都是年代久远。 所以大家记得看看。 除此之外,这里也挂了很多耶稣的画像,也有很多不同的彩绘玻璃, 全部都是以圣经故事作为主题,每一幅都很漂亮。 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在教堂的出口位置买蠟烛去点。 如果有时间的话,来到 Montserrat一定要来一次小健行,走去最美的地方拍照。 健行的路都非常平坦,而且沿路的风景都不错,所以走起来都不辛苦。 逛了大概25分钟左右,我们就来到了最美的这个影响地点。 在这里就可以见到Montserrat的全貌,也都独特的三波一览无畏。 也都可以近距来见到树立的十字架,视野广阔壮丽。 晚点回来停车的位置,我们会见到一个市集。 而市集里面可以试到一份很特别的食物。 店主会在这种芝士里面加入蜜糖。 就是这样就完成了。 蜂蜜的甜味再加上芝士的香味,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好吃。 下了芝士之后,我们就来到了这间餐厅吃中午。 这间餐厅比较多人推荐来这里吃生蠔和海鲜。 生蠔的味道很鲜味,但餐厅原来晚上才供应其他海鲜。 所以如果想吃海鲜,就晚上才过来了。 既然没有海鲜,我们就叫做一份tapak。 这份吃起来有点像巴东牛肉,辣辣的也挺好吃。 吃完,我们就来到沿海区。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到了海洋圣母圣殿。 这座教堂建于1329年至1383年期间。 建筑风格是属于加提隆尼亚哥德式建筑。 如果喜欢欣赏教堂建筑的话,也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然后我们就去了Moco Museum。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代和当代艺术。 例如受大家追捧的Cars作品,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 除了Cars之外,当然不少得同样受欢迎的Bensy作品。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些著名作品。 大家如果喜欢Bensy的话,也过来这里看看。 说起当代艺术,又怎可以少得Andy Warhol。 虽然没有独立的展区,但这里也看到它部分的作品。 整个博物馆都放了很多艺术家的创作。 值得大家停下来看看。 要说最美的当然是TeamLab的这个展区。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两块投影作花动态的萤幕。 另外还有这些会变色的钻石灯色。 另外,北加索美術馆其实就在附近。 但是Keith先生预约导赏团的时候,在Kaloo上面产生了一些误会。 结果就完成不了预约,但大家不要错过。 然后我们就去到整个旅程最失望的景点。 虽然它是3D博物馆,但看起来就不是很3D。 然后又去了她的姊妹博物馆。 这边就好一点,起码有些位置可以给大家拍照打卡。 而这个馆最特别的就是未来的恐怖展区。 这里放了很多机关。 不过因为有这个外国人就在我们前面。 完全不害怕的,她就把所有机关按了一次。 本来都觉得挺害怕的。 但是看到她这样的样子,就立刻变得很好笑。 而我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 就令到我们走入了这个很出名的圣语室市场鼻羽。 这个市场卖了很多不同的熟食, 也有很多的肉制品。 喜欢的话也可以买些番茄做手信。 而且在街市里面也有餐厅,可以在这里吃饭。 第六日是我们最后一日用到Go City Pass, 所以一早上我们就搭蓝车上蒙多维奇山。 这里有一座建于17世纪的城堡和旧监狱, 现在是军事博物馆。 在这座山上面,我们可以远望到巴塞罗拿的货柜码头, 也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 不过在这座山,最重要的是想看米罗美术馆。 米罗和北加索还有达尼, 都是西班牙著名的艺术家, 同样都是超现实主义画画的伟大天才之一。 在这里可以对他的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很佩服他一直以来作出新尝试的态度。 为了令到Go Pass的效益最大化, 我们去了看原本计划以外的Gaudy 4D。 这座影院的装修都是模仿Gaudy的设计, 不过看的人数不多, 而体验分了两个部分。 最精彩的第二个部分是不可拍摄的, 那个部分的动画制作得非常精美, 配合4D的呈现方式, 会对Gaudy的设计有更多了解。 现在画面呈现的就是一个可拍摄的部分。 这里可以看到Gaudy 6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 看完这个影片也觉得Gaudy 6非常可爱。 到最后他还向我们喷水。 去贵意公园的时候记得来这里, 然后我们就回到海边。 因为Gaudy City Pass包含了一次游船河的体验, 所以我们就搭这艘船出海观光。 整个旅程大概要一个小时, 我们以为会有很多很漂亮的风景看下。 结果对比之下, 伦敦的游船河就好看好多了。 如果大家逛街逛到累的话, 上船吹海风休息下都可以。 游完船河, 我们就去了附近的海洋博物馆。 因为K先生在网上看到, 这里可以看Mola Mola。 可惜进去就发现已经没得看了。 不过这里也可以看一下鲨鱼, 鱼鱼与企鱼等等的海洋生物。 所以如果喜欢海洋生物的朋友都可以进来看一下。 WOW! 为了看西班牙著名的Flamenco表演, 我们在K LUT订了这家餐厅吃自助餐。 餐厅分了两个部分, 每边都摆放了不同的食物。 食物的种类由前菜去到甜品都有。 这里可以吃到很多西班牙的食物, 例如西班牙海鲜炖饭。 饮品方面包括Sanglia, 都是饮饮的。 这餐自助晚餐联合表演的价钱 大概每人是585元港币, 所以都不算太贵。 看表演之前大概有个半小时吃饭。 整体来说, 味道不过不失啦, 但服务态度都不错, 而且表演都很好看。 吃完饭后可以进来这个洞穴看Flamenco。 下集将会是巴塞罗拿自嫁油籽类的最后一集, 继续和大家去剩下的景点。 不想错过精彩的内容, 就记得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啦。 也可以留言赞好分享, 或者浏览频道页面看更多的影片。 多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